发财了发财了 这个竟然没有另外一半 种水还不够 如果种水够的话就可以买回来薄一薄 走啦小姑娘 走点到五个月了 这是普通东西 我不想看 哇呀 这个种种好 棉太重 裂得多 厚姜的石头 你看这个石头有意思啊 注意看 它这个料子从头到尾都没有变种 可能跟这个雾尘包裹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它从头到尾 它前面是怎么样的 后面就是怎么样的 买这个改口的石头啊 还是要看雾尘 他说的我没听听 我让他再说的见 好 这个怎么买 看一下 忘记了 进行这么差 因为这一排的我得紧 所以有些我真近 好 这个的话 它价是三千多 三千多 十遍嘛 一千块钱嘛 两千 要给过两千 那就两千嘛 两天早上赃给的 那三千五的价格 是跟指甲挨得很近的 两千五嘛 那我问 我问 他说这个一万不行 不行就算了嘛 那两千五啊 问一下啊 应该可以 我问一下 好 行是吧 没有 打电话嘛 喂 那个两千五可以吗 对 你跟他说人要走了 两千五真的不行吗 要送的 老板亲自出嘛 两千五就给他好不好 挺多用的 对对对 这个没有切断就把它尻下来 万一这个东西是好的怎么办 可以 好 谢谢 分家啦 这个东西我且不论值钱还是不值钱 那种水也有 但主要是这里 我怀疑这里面是金子 到时候切一小块出来 去做一下鉴定 如果是这里面是金子的话 或者是 就算它不是金子 其实也可以做一个什么 我在想在这里 要怎么做 做一个人 坐在上面 坐拥金山 发财了 发财了 把它切出来 看一下 哇 这种好好 它就是一层薄薄的 去鉴定一下 看能不能鉴定出来 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鬼 我个人觉得它是金山 因为我有见过翡翠里面 含有金山 切的那一点 滴滴滴震书里面也看了 它不给检测里面是什么东西 管它的 它闪闪放亮 我就当它是金子了 那这边是这么做 这边有楼梯 顺着这个山体 这边是不动的 你凡是本视频点赞的人 都坐拥金山 这一大片金子都没有动它了 然后呢 雕这个人 他把房子建在金山上 这个叫什么 大家知道不 这叫宝地神经 是吧 我的片里面吧 这个稍微懂一点的人都知道 这确实是总好 但是它所有的一切 都在这里才有意思你知道吗 金光赏赏的 来 来 这里 绝对是有东西 但实在是不知道是啥东西 行吧 理财你们都知道了 你看 房子建在金山上 坐拥金山 祝各位 做生意的朋友 宝地神经 这是宝地哦